好早上最新的联系焦点马上带你来关心 这是2010自行车节早上在花莲登场了 民众呢最期待的就是花东四横登记挑战赛 一共呢有四条路线同时出发 进了上千位的自行车一起来参加 我们立刻联系记者洪淑梅带我们了解淑梅 好主播各位观众透过画面呢 我们先来感受一下现场的气氛 因为有上千位的自行车手呢 是聚集在花莲的六骑重画区 要来挑战自己的极限 我们先来看看现场情形 可以好预备备哦 好准备 5 4 3 2 1 其实透过画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真的是非常的热闹 尤其这一次主办单位呢 一共规划了四条路线 全都是从花莲市六骑重画区出发 经过花莲大桥走台11线 将横跨海岸山脉的四条公路 再从呢台9线返回会场 最短的距离呢有120公里 最长的呢也有300公里 由于沿途呢所经过的景色呢真的是很美丽 因此也有来自国外的自行车手来参加 也因此呢交通部长毛智国呢也来到现场来听听看他稍早之前的谈话 我在这边可以跟大家来宣布 我们这个花东自行车活动 明年我预告是一个高峰 明年是民国一百年 我们会把明年正式把它定为台湾自行车节的元年 然后呢我们这个活动 从明年开始我们会更有计划的 从年头推到年尾 在花东的自行车的活动 其实这一次呢透过自行车节在花东的举办呢 台铁也整合完成了二铁共乘的车厢 以及自行车补给站等等 希望能够吸引游客呢达成铁路到花莲地区来旅游 而寸便呢也带动了花东的经济发展 像是这一次呢借由自行车节的活动呢 就预估吸引到大约有五千位的游客来造访 预估呢可以创造大约是一千五百万元以上的观光产值 好的以上就是现场这些行情 先把镜头交还给棚内主播 好自行车节在花东登场了 非常感谢淑媒的连线报道